对于娱乐圈内许多明星来说 超多人一起吃饭才是正常 功夫举行成龙大哥更是如此 儿子冯鲁明就曾发感慨说 一家三口十年才能同桌吃一次饭 看来想要跟成龙大哥吃顿饭着实是不容易啊 日前大哥举办了60岁大寿生日慈善晚宴 出场的包括杨寿成、江文、赵本山、葛优、李彬彬、白岩松、黄博、崔永元等大哥的圈内好友 一众大咖星光熠熠围绕着大哥 难怪连儿子房祖明也发感慨跟大哥吃顿饭不容易 一顿饭大哥在圈内的影响力便从侧面得到了印证 但也不得不说大哥的这顿饭局简直成了明星的试金石啊 名气太小的连桌面都上不去 优酷全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